拥有一处小院 是我老公的梦想 在2022年的这个夏天 梦想实现了 我老公和我公公 收拾这个院子 已经有几天了 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该扔的窝 该卖的卖 该留着的 继续留着 小院改造 即将开始 夏天 梦想实现了 我们的小院 今天开工了 黄金烂粮 第一锤 四季平安 第二锤 八方蓝财 第三锤 第三锤 步步高升 金锤落地 大吉大利 金锤一放 家庭希望 开工 三明星 好 小院改造 遇到雨休了 看着这满面的狼藉 畅想一下未来美好的生活吧 下雨不能施工 那就干点屋里的活吧 透过每一面窗子 都能看到最美的景色 所以我们决定把窗户开大 让视野更开阔 还可以让更充足的阳光照进屋里 所以强哥要量一下尺寸确定下来 静等雨停施工 趁着下雨天 我们找到了屋顶四株楼水点 原本屋顶有三个烟筒 每个烟筒根都漏水 还有客厅中间的一块瓦片 也跟着漏水 又是没有工人的一天 早晨起来 趁着凉快 我公公 我老公 还有我 来到了小院 把小院原来的影币墙 和猪圈给拆了 整理出来不少能弄的砖 把泥土卡着卡着 接着用 多捡一块都是钱 省到就是砖的 我就是个打杂的 但是蚂蚱也是肉的 能干多少就干多少吧 现在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旧社会那么重男情 那么喜欢小子了 因为劳动力重要呀 小院终于又开工了 因为之前的玉休 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三天 工人师傅挤锤下去 这一整面墙 就端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那尘土呀 是满天飞舞 屋里的何段拆完了 就开始拆东厢房了 我发现这工具 在师傅的手里 变得特别听话 几下就把房顶的木头 给撬下来 东厢房的墙 被师傅砸到了三分之一 旁边的大姐说 直接推就能躺了 我根本不信 我看这墙闻死不动了 没想到真是一推就躺 这就是经验之谈 这挑砖的大姐 也挺厉害 斧子和砖在她手里 也是相当的听话 几下 一块砖就能听出来了 工人施工 我和强哥就跑建材市场 各种过 强庄 地庄 外强庄 全都得看看 晚上工人下班了 我俩又跑到小院 看看今天一天的进度 顺便把好哥们叫过来 弹个武林线 收工 今天有个大家伙入场 因为这个挖掘机的履带 没有胶堆 强哥怕他把路压坏了 影响邻居们的生活 所以让师傅们给他垫上大木板 挖掘机的四肌师傅 技术绝对是过硬的 这个大家伙 在我们这个三米六的胡同里 转一圈 那尺寸是刚刚好 别说人家就是有劲 那大爪子 咚咚两下 平时感觉特别蹲似的大门洞子 以下就躺了 抓吧抓吧 就从上面压过去产垃圾了 这回我这个小院可够敞亮的了 门也没了 墙也躺了 天气热 活又累 强哥给工人们拉来几件水 休息一会儿 师傅们又开始干活了 准备把窗户给剥一下 晚上我和强哥到小院把普通的卫生收拾收拾 我家的邻居们人又好又干净 我们也不能够 美好的一天从抬管子开始 早上强哥带着我到建材商店买了今天需要用的材料 抬着管子回来一看 这小院啊 这小院啊 又没有下车的地方啊 工人师傅们正在挖管道和地基 天这么热 师傅们确实挺辛苦的 用全身的力气 拿着大铁锤 砸着地板砖下面的水泥层 一锤又一锤的 石头 沙子 水泥 都已经到位了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打地基 准备盖我的厨房了 今天拉来的石头啊 块也太大了 这么有点力气都干不了活 我今天才知道 这地基是铺一层石头 倒一层水泥的呀 真是那句话 小院改造第七天 今天准备气墙了 早上6点钟 我和强哥就来到了小院 老师傅们最后再确定一下 开关 插座 还有门窗的预留位置 经过一些专业的程序之后呀 师傅们就开始得砖起墙了 两个围组分头行动 不一会儿 这墙就起了一大截 师傅们都特别认了这些 所以借助特别快 等一支架子吧 继续往高垒 今天的天气特别热 货香蒸汽树 也可能是不能备好 我来说你拿来 我来说你拿去 你拿去 我的前调子 就在这里 伤手 你拿来 你拿去 我来说你拿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停房开始打顶子了 打顶子之前呢 先得把保温做好 师父们顶着大太阳 在房顶上工作了大半天 不管是铁仙 还是砖头 在师父们的手里 似乎都变得特别的停化 我家和邻居家之间的院墙 都盖高了几层 顺便让师父们 把邻居家那一面 也给抹什么样 两个师父 一个用粗水泥打顶 一个用细水泥抹面 这样看起来就整齐多了 铁子打上了 这些根柱子 是支顶子用的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卸下来 今天我才知道 不光人需要养生 这房顶也得养生 每天都得浇水 早一遍 来一遍 那样才结实了 两天没来 小院又变压 他同时苦 平时都是自己干自己 但是需要帮忙的时候 两人合作 这样小月就提高了 原来的旧房子也给他拆掉 换成新的板子 屋里火炕的地方 给他们用上一层水 防止以后返回 翔哥又去给房间养生了 这边工人师傅 就开始挖下一道 从小院回来 翔哥我俩又跑到楼房去看一看 看看实际的户型 再考虑一下 后期装修的设立 这一天天的 真宠实他 直房顶用的盒子 还有铁货 终于给拆下去了 每天都盼望着 什么时候能拆掉 拆掉之后 师傅们就开始给墙上抹上水面 一点点的找瓶 特别认真 分毫不差 东小房的墙弄差不多 师傅们就开始累卫生间的隔断 卫生间是在西屋隔出来的 面积属实是有点小 不过够用就可以 或者是下水到堵了 好方便围起用 强哥下班回来就加入到师傅们的队伍中 他会干什么 就干点什么 这雨说下就下什么 师傅说 顶着小雨干活更凉快 更舒服 加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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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过猪肉 吃过猪肉 咱看过猪泡呀 搅拌机上来就会用了 盖完水垫之后 卫生间要做一个薄薄的电层 为后面的卫生间防水做准备 今天我公共来做大工的工作 我来当小工 先把卫生间地面的管子 用水泥薄薄的盖上一层 然后再简单的给地面找个平 然后再把墙上走水管的槽 让水泥给盖上 强哥也学会了 他也能上手了 大工的活咱干不了 我就干点利损能及的 打扫打扫卫生吧 把地面都清理干净了 土砖的师傅来了 他也就省事了 都准备回家了 才想起来 原本想在院子里预留一个下水 结果给忘了 为之强哥又把之前买好的下水 刚才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词砖阶段的最后一步 大砖上墙 我家阳光房的墙长5米2 高1米8 所以我选用了这种 1米8×90的连维大砖 我用了6块 词砖的三位师傅都姓韩 咱们配合的也非常默契 6块砖的总长是5米4 我家阳光房的墙长是5米2 所以最后一块砖 需要嘎掉一部分 三位韩师傅测量的特别细 就是把乌差降到最低 瓷砖贴到墙上之后 那真是严丝合缝 一点都不差 看看最后的效果 还是挺不错的 师傅不够 强哥来凑 DX的预留口有点小问题 强哥拿着他的脚光机 把这个预留口给整理一下 这个老家伙可是我的好帮手 又当轿车又当货车 我们找了一些旧纸盒 图在地上保护一下四川 等大活结束之后 再把纸盒收起来 接人外 这样一点都不浪费 一切准备完毕 就等明天木工进场了 开始掉顶子了 木工我行格 亲自操刀 这个技能还挺不赖的 我家这个屋顶 掉起来还挺麻烦的 因为我怕冷 所以强哥想了不少办法 我家顶子是两层石膏板 上面有一层五公分厚的保温板 保温板上面又有十公分厚的珍珠盐 这保温做的可算是相当到位了 终于快要完事了 真是不明眼 真是不明眼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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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